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法拉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相信大家一定有注意到我今天露營的地方不一樣了喔 沒錯 我在三天之前去把我的Model Y給領回來了 在今天的影片我要帶大家來看看 我在交車的時候做了哪一些檢查 希望這個步驟可以幫助將來有要交車的朋友 這個也適用於各種車子啦 並不是只有特斯拉 但是因為特斯拉 它以前有七天的無條件退車嘛 它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優惠了 所以大家在檢查的時候相對應該要仔細一點 避免掉一些可能可以避免的問題 除此之外 我在之前Model 3有開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在今天也要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 在過去兩天我開Model Y上面的感覺 跟Model 3最大的不同 希望我的感想可以對還在糾結 要買Model 3還是Model Y的朋友有一點幫助 最後最後 我要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是否應該可以去領Model Y了 我們話不多說 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囉 Let's go 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如果你在交車的時候 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我自己檢查的方式呢 其實蠻簡單的 當然有幾項是Model Y特別有的 待會我會跟大家提醒一下 外觀的部分呢 有幾個地方是要特別注意的 首先第一個 當然就是它公差的部分 大家可以從車子的前方 看它的兩邊的這個縫呢 是否均勻 尤其在它頭燈旁邊這個組裝的部分呢 蠻多的車子 以前這個位置是蠻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大家需要多留意 除此之外 你要看一下車子的側面 包含車門 車子中間 以及車子的下面 它的線條是否有對上 又或者它的公差是非常的明顯 我是蠻幸運的 我覺得我的車子 它的公差的部分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啦 但是我的駕駛座的前門呢 它是有一點點跑掉 所以我在關門的時候 我有發現到 我需要稍微比較大力 才能把駕駛座的門給關上 除此之外 在它車門的這個關節的部分呢 它上面有一點咬漆 也就是代表它是有一點公差上的問題 所以我已經預約了維修 但是我想這個是非常容易解決的 它大概只要稍微搬一下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對我來說不是太大的困擾 我在停車場 同時有看了我隔壁 一模一樣也是白色的Model Y 那它下面的這個公差 就明顯比我這台車還要大喔 所以我是覺得我還算蠻幸運的 大概跟我的V-Number有關 我的V-Number實在是太漂亮了 我在收到我車子的V-Number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台車我應該一定要領 68686 這麼好的數字 是不是天選之車 我一定要把它領下了啦 對不對 看完公差之後呢 另外就是它尾燈的部分 大家不妨從上往下 垂直往下看 看看它的縫隙是否太大 這個是以前的Model Y常見的問題 還有就是它充電座的部分 它是否有整個對上 還是它整個很明顯的翹出來 這些問題呢 在最近的Model Y或者Model 3都已經解決了 但是大家在交車的時候 還是要做一下檢查 那在外觀大概尋了之後呢 再來就是玻璃的部分了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玻璃的縫隙是否均勻 還有你的玻璃上面是否有任何的裂紋啊 或者是不正常的這種坑洞 這個都是要注意的 包含了你的truck上面 天花板 還有前檔玻璃 還有你四面的車門的窗戶 大家都要稍微檢查一下 在檢查完玻璃之後 最後就是看你的輪胎 輪胎當然要看一下它是否有磨損 輪胎稍微看一下外觀有沒有什麼問題 以及在檢查輪胎的同時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裡面的一些塑膠的這種鎖啊 是否有遺失 因為以前有些車主他們有發現 他們有些塑膠鎖並沒有鎖上去的 是蠻誇張 但是前一陣子有這些問題 所以在檢查輪胎的同時呢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是很仔細的車主 你不妨再彎低一點 看一下車底是否平整 之前有些車主是有回報 它下面沒有鎖好 所以其實它下面塑膠板是整個在那邊晃啊晃的 最後呢 就是走到車後來檢查一下我們的電動尾門 之前的Model Y有蠻多的問題是電動尾門 它可能打開或者關起來的時候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建議大家要多試幾次 打開的時候 順便檢查一下後排的座椅 它的公差是否有問題 以及它旁邊這兩個自動放倒的按鈕是否運作正常 這個按鈕呢 我也建議大家可以檢查至少3到4次 因為有些朋友他領了車之後才發現這個按鈕的成功率大概只有50%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多檢查幾次 確保每一次它的按鈕運作都是正常的 好 那檢查完按鈕之後呢 一樣我會建議這個Truck大家多試幾次 尤其在它關起來之後呢 手一定要去拉拉看看它是否真的有鎖好 因為之前有些車主的問題是它的Truck下來了沒錯 但是其實它是鎖不起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建議多檢查幾次 外觀基本上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來檢查車門了 4個車門都應該要開關個幾次看看 第一個 看它的手把是否運作正常 還有就是它關門的力道 像我的車呢 它的駕駛座很明顯 它關門的力道就需要重一點的話 那表示它公差可能有點問題 在檢查車門的同時呢 我也會建議大家同時檢查4面窗戶 看看它的電動窗按鈕是否運作正常 並且呢 看一下它的椅座 尤其在後座的時候 看一下它的椅座有沒有刮痕啊 有沒有髒污 這個是還蠻常見的 除此之外就是它車子的天花板的部分 它的這個旁邊的塑膠板啊 有些車子它的問題就是它並不是附得非常的緊 所以這個部分要去稍微推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那邊晃啊晃的 還有就是後面這個掛鉤 像我的車子呢 有一側它的掛鉤 回去的時候是有問題的 那我在檢查當下也就發現 他們當下就做了處置 一下就修好了 都是小問題 後座檢查完之後 我們就是進入到我們的前座了 前座要檢查的東西還蠻多的喔 但主要都是在中控台上面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當然是檢查周圍的外觀啊 這些組裝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髒污 像我的前面的這個Apillar的地方 它就有點髒污 所以我當下發現就請他們清理掉 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就是檢查燈光了 所有的燈光看看是否運作都正常 如果有人陪同你去的話呢 也記得一定要同時檢查外面的大燈 煞車燈以及方向燈 這些燈是否運作都正常 另外呢在中控台上面我們要檢查的就是 它的置物箱的功能是否正常 還有冷氣暖氣以及它的音響 它的音響呢 你可以設定各個不同的角落來 確保每一個音響它都是有在運作的 所以大家記得這個部分不要忘了檢查 當然就是所有可以操控的功能 大家都可以做檢查啦 我唯一一個沒有做的大概就是雨刷 因為玻璃外面是乾的狀況 所以我並沒有去啟動雨刷 有些人比較細心它會帶一瓶水去測試 它雨刷是否運作正常 那大家要不要做到這個地步 大家自己決定 還有一個地方大家不要忘了 在你去交車的時候呢 一定要準備好一個USB Drive 記得裡面也把特斯拉的行車記錄器的資料夾給準備好 因為待會你在開車離開的時候 你的車子就是已經有行車記錄器了 除此之外呢 你的USB Drive呢 也可以測試看看它的USB是否正常 還有也記得把你的手機放到充電座看看 是否運作正常能夠充電 提醒一下現在交車的Model Y 它的USB呢 在前面是一個USB A一個USB C插槽 後面呢兩個現在都是USB C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準備USB Drive的話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你做完這些主要是外觀 還有一些功能性上的檢查之後 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交車了啦 這邊還有個地方提醒一下 如果你交車的服務中心 它設有Supercharger的話呢 像我交車的地方是有的 你可以跟工作人員要求 我想要先試試看它的Supercharger是否正常 在你簽訂交車文件之前呢 確保你的車子Supercharger是沒問題的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非常偶爾還是會有幾台車子 它的Supercharger有時候是有問題的 那這種問題呢 在維修上有時候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可以的話 這個部分也最好先去做一個檢查 再簽文件交車 以上這些能夠檢查都檢查完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話呢 當然大家就可以進入交車的步驟了 我在那天交車的時候 有跟負責我交車事項的大叔 稍微聊一下啦 他們是說以南加州現在來說 他一天大概交車數量是40到50輛 但是每到了Quarter End的時候 像是9月底啊 還有再來就是可能是12月底的時候 他們一個交車中心 他們一天要負責交車量 會拉到將近200台喔 所以這個是落差非常大的 他在Fremont工廠產的速度 我想應該是差不多的 雖然有可能在Quarter End的時候 會稍微比較趕工一點啊 但是光是在交車的部分 如果大家可以避免在Quarter要結束的時候 才交車呢相對你會有比較長的時間 比較能夠仔細的去做檢查 就算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比較有可能在當天 他們可以騰出人力來幫你解決你發現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Quarter End才去交車的朋友呢 有時候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聽起來他們的交車量 在Quarter End的時候呢 是真的非常大的 所以這邊是一個小訣竅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另外除了一些在現場應該做的檢查之外呢 還有一些檢查你大概要回家才能做的 最主要的一個就是它的漏水方面的處理了 我本來今天禮拜四的時候要來洗車 順便來看看是否有漏水 但是我很聰明的看了一下氣象預報 我們南加州非常難得了 這個週末可能會下雨 所以我就把這漏水的測試呢 移到禮拜六 讓老天爺來幫我檢查了 這個檢查呢 我是強烈的建議大家在領到車回家之後 一定要做的喔 不要等到真的下大雨出門的時候 才發現車子會漏水 這個就很麻煩了 除了漏水之外呢 在你車子接收到水氣之後呢 也要去檢查一下你的大燈 你的相機以及你的煞車燈的部分 是否會有起這個霧氣 如果有起霧的話呢 也記得跟特斯拉聯絡去更換這些套件 因為這個也是一些車主蠻常遇到的問題 但這個一定都是要回家做了檢查才能發現的 聊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我分享的東西對你有一點幫助的話呢 如同以往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幫我按一個讚 又或者在留言的地方可以跟我來一些互動 這對我發影片來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動力 除此之外如果你希望在未來可以看到我更多 關於Model Y實作的影片的朋友 又或者想要聽我聊一些投資啊賺錢方面的話題的話呢 千萬不要忘記一定要按下追蹤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我們就可以每個禮拜都在網路上見面囉 接著我就要來聊當我在駕駛Model Y 第一直覺跟我之前開將近兩年Model 3的感覺上 有什麼樣最大的不同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視野 當我在駕駛的時候 它的視野是遠比在Model 3的時候好很多的 那當然這個是不意外啦 因為車子它是比Model 3高蠻多的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先天上的優勢 那當然有些人他是比較喜歡這種低底盤的感覺 那可能Model 3會是你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Model Y呢整體來說它的視野是非常大的 第二個是它後照鏡的視野 因為設計的關係 所以它後面的車窗大家有看到 其實它後面的車窗它這角度看起來是非常窄的 所以呢從你的後照鏡看出去 它的視野也會變得非常的狹小 這個是跟我在駕駛Model 3的時候一個最大的不同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東西我適應的還蠻快的啦 我不知道這個對大家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但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個人比較在意的是它的方向鏡的部分 在Model 3即將新改版的方向鏡呢 它們是有這個反折射的 但是Model Y呢目前方向鏡的部分它是沒有反折射的 只有它的後照鏡是有反折射的 所以在晚上開車的時候呢 如果後面車子燈打的比較高的話 方向鏡的部分其實是有一點不舒服的 還有就是車頂的部分啊 很明顯的它車頂是變成整片更全面性的大玻璃 但是我覺得它上面現在是貼的比較黑 所以它的透光呢沒有像以前Model 3那麼好 所以如果你的女朋友很愛在車上自拍啊 或者各位女性車主 它的透光的感覺呢其實是沒有像以前Model 3那麼的明亮 但整體而言呢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啊 看出去還是非常的開闊 另外另外一個我開起來覺得最有感的就是它的輪胎的舒適度了 一方面是因為我輪胎有加大成20吋的輪胎 所以在開起來我已經預期到它就是會比較顛簸一點 但是呢很明顯的跟Model 3比起來這個顛簸的感覺會再稍微大一點 所以如果各位在考慮Model Y那這個駕駛的顛簸感對你來說很重要的話呢 可能你就要考慮它原本的19吋的輪胎而不是20吋 因為它的這個顛簸感真的比Model 3來說要大的蠻多的 另外最後一個我覺得跟Model 3最大的差別就是它的隔音效果了 也許是因為它前面雙層玻璃的關係 也許是因為它整體組裝又比兩年前Model 3還要更進步的關係 我在開車的時候很明顯感覺到它的噪音啊 不管是風切聲啊或者是路面傳進車裡的噪音 明顯都比兩年前的Model 3要減少的蠻多的 我有另外一個朋友他會在未來幾週也會交車他的Model 3 到那個時候呢我會跟大家去比較一下 2021年版的Model 3跟Model Y 兩者現在開起來感覺上有什麼樣的不同 所以你如果是在台灣或者中國還在等要不要訂Model Y的朋友呢 千萬不要錯過我未來要推出的這個比較的影片喔 最後要來跟大家討論就是說現在到底應不應該去領或者下訂Model Y了 當然這個前提是你在美國的朋友啦 我個人是覺得呢目前的組裝我感覺起來真的問題已經少非常多了 當然如果你是不急著領車 而且你很想要Model 3現在即將推出的更新 想要等看看他們這些更新是否也會出現在Model Y上的朋友呢 也許你可以再等個幾個月看看 但是如果這些不是你領車最大決定因素的話呢 我是覺得以我今天領的這台Model Y它的整體的品質我其實是蠻滿意的喔 所以如果你已經訂車還在猶豫要不要交車的朋友呢 我會建議如果11月可以交車的話 不妨就趁11月的時候去看看你的車子品質是否符合你的標準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應該是會還蠻滿意的 最後如果你對Model Y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什麼樣想知道的地方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會在統整一些問題之後呢可以做一個影片專門來回答大家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像我的後車廂我的地墊啊 在我一領車的第一時間回家第一件事情就先把它給裝上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保持車內整潔最重要的東西 在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的影片下方呢也有提供Tesmania的地墊 這個是我現在在使用的我也覺得非常的滿意 大家可以透過我提供的連結並且使用我的code Fire可以拿到10%off的折扣 所以如果你在美國如果你也訂購了Tesla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使用我的折扣嘛 最後最後如果你有打算要訂車的朋友呢 也千萬不要忘記使用我的referral link 這樣我們彼此都可以拿到免費的Supercharger的領程 我在未來也會提供給大家更多更多關於Model Y的實作 包含了它的Full Self Driving 我真的好期待喔它什麼時候可以把它推播給我 在最新剛流出來的Full Self Driving影片呢 它已經可以閃避路上比較大的這個垃圾了喔 已經不是只是那種Bumper喔是比較大的垃圾 它已經可以像我們開車一樣去閃避這些東西了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很興奮的我真的是很期待 我的Full Self Driving什麼時候可以收到它的推播 今天的影片就先跟大家聊到這邊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這幾個月來呢 所有的觀眾對我的支持 不管是留言祝福我的朋友也好 或者在下面幫我按讚的朋友也好 又或者你每個禮拜都來看看 特斯拉有什麼樣的新消息的朋友都好 這些對我都是發影片非常大的動力 我們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關於特斯拉 以及投資賺錢方面的話題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